新年一时为期三天的元旦假期让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35亿人次 同比增长155.3% 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9.4% 2024年元旦期间 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预定量同比2023年增长7成 热门目的地排名前十的是成都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重庆 海口 昆明 西安 杭州 同比2023年同期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预定量增长了达到7成 不少人都会选择离开酒居的地方跨年 他们的目的地不只是北上广 更爱去威海 景德镇 乐山 佛山等这种小城市寻找烟火器 这些地方的酒店预定是去年同期的2.4倍 近期爆火的南方小土豆 马铃薯公主话题 也体现了南方人高涨的冰雪游热情 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元旦假期长线出游呈现南方游客北上看雪 北方游客南下避寒的趋势 南北互换时跨年呈潮流 今年元旦最受欢迎的地区都属于20度气温线以内的 南方人到零下20度的地方看雪 北方人到零上20度的地方去看海 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热门目的地有 哈尔滨 沈阳 长春 大连 延吉等等预定量比较高 零上20摄氏度的温暖的目的地当中 像深圳 广州 海口 昆明和三亚是比较热门的 冰雪成为元旦出游的绝对热池 去最冷的地方过节已经成了新的流行 冰城 哈尔滨 元旦期间90%以上的民宿都已经被预定一空 在冰雪游热度的带领下 像大兴安岭 大庆 加姆斯 牡丹江等地的民宿预定量 相较去年同期也迎来了5到10倍的增长 在玩法方面 今年元旦围绕烟火表演 冰雪游 演唱会等掀起了一股在外地跨年的潮流 游客们走出去的意愿也越发强烈 在多家旅游平台的出进游热门目的地TOP名单上 中国香港均位列第一 元旦期间 出进游的热门目的地排名前十的有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泰国曼谷 中国澳门 日本东京 韩国首尔 日本大阪 新加坡 韩国记州岛 其中 最能看到烟火的景观房是备受欢迎的 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中华码头 湾仔金紫金广场 尖沙嘴沿海的海景房是最受欢迎 2024元旦期间 跨年烟花 跨年演唱会的热度飙升 分别上涨了187%和249% Z时代客群已经超过60%的占比领跑元旦的出行大军 主题活动 演出 特色体验等等都是他们比较关注的跨年要素 我们通过数据还发现 元旦游玩5-8天的中长途游热度同比上涨了178% 在这些人群中 出镜游人次占比接近20% 年前 开放对华免签的东南亚国家对国人构成了绝对的吸引力 元旦过后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 届时旅游市场预计将再赢高峰